全景相机其实是运动相机的一种 相比传统相机而言 它的体积更小 防水防抖都做得更好 所以它更擅长的是把画面记录下来 而非记录的好看 而全景相机在记录画面这个工作上 做的比传统的运动相机还要好 而且还能完成很多花样 比如我在路上走 遇见了一个认出我的粉丝 如果是利用传统相机的话 我是不可能记录下它和我说话的瞬间 但是利用全景相机先拍摄后取景的特性 我可以把刚才事件发生的过程 全程锁定在它身上 或者也可以把画面锁定在我身上 看看我这虚荣心得到满足后的表情 让我比较意义上深刻的是 一般我出去拍vlog 回来都剪一条一分钟左右的视频 因为大部分内容都乏善可乘 但是有一次我带全景相机出去拍vlog 回来以后剪了一条三分钟的视频 而且没有一点的勉强 因为你在用全景相机拍摄 就是会记录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时刻 我觉得这才是拍摄vlog的意义 不是你要可以去拍什么 而是事情发生了你刚好把它记录了下来 这才是最真实最生动的 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主角 Instagram 360的1RS 1英寸全景版本 从名字你就可以听出来 它最大的卖点就是画质 双1英寸传感器是什么概念呢 两个1英寸底加一起面积 差不多是一块M43传感器大小 那它的画质是不是就和M43底的相机差不多了呢 我手里刚好有一台M43相机 我们出去对比评测一下 作为对比 我用了一个9毫米的超广角镜头 把两个相机放在离人不到一米的位置 看看谁能把人拍得更清楚 放大面部之后 差距怎么说呢 天壤之别吧 感觉画质差了又20年 其实出现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M43相机是把整个传感器的面积都用足了 而全景相机结出来的画面 只用到了传感器的一小部分 那它的画质到底属于什么水平呢 我们再用手机跟它对比评测一下 iPhone 13 Pro Max的画质毫无悬念的生出 我们再用普通运动相机和它做个比较 Action 2还是毫无悬念的生出 只不过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从结果可以看出 哪怕是有史以来画质最好的消费级别全景相机 它的画质距离普通运动相机还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双英寸这个字眼 就对它有不见实际的幻想 好 说完画质我们再来说说音质 从这里可以听出它的音质是合格的 但也仅仅是合格而已 我们绝大多数的内容创作者 都会给相机配一个单独的麦克风 但之前的小型相机一直都没法配麦克风 因为它是360度收画面的 麦克风总会挡住一点点画面 而这款相机它侧面的死角是比较大的 这就给我们配麦克风留了一定的余地 这样隐形的麦克风加隐形的自拍杆 就是一套完美的Vlog组合了 防抖方面你永远可以信任全景相机的防抖 我们知道电子防抖就是将画面进行一定的裁切 作为缓冲区 用算访将画面稳定下来 一般缓冲区越大 防抖的极限越高 而全景相机的裁切缓冲区是无限的 实际体验下来 防抖也是没有任何毛病 过热保护方面 我在户外35度左右连续拍摄了一个小时 虽然没有过热关机 但系统变得十分卡顿 而且镜头温度很高 触摸会烫伤人 这款相机是防溅水而不是潜水的 也就是只有下雨的时候能用用 官方也没有防水壳麦 甚至连防摔壳也没有 可见官方对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温室里的宝宝 通过官方的隐形自拍杆 我们可以将这款相机玩出很多花样 比如说模拟第三人称视角拍摄 小行星模式 滑板行走模式 超级厌实模式 但非常可惜的是 全景相机的经典特效子弹时间 在这款相机上被取消了 官方给我的回复是 这款相机比较注重画质 所以体积比较大 不适合玩子弹时间了 最后再来说说 我的这款相机的主观看法 相比过去来说 它有两个重大的提升 第一是它的画质提升了 但也没有到跨级别的地步 第二是它可以外接麦克风了 这个倒是很适合拍Vlog 但是它的重量也提升了 有250克 之前的X2只有150克 最明显的是滑板那个镜头 如果我把杆子延长到最长 我就拎不动那根杆子了 而且它只能防溅水 也不能潜水了 在官方你也买不到它的潜水壳 也买不到它的防衰壳 总之它现在就不是一款运动相机了 更像是一个旅游Vlog相机 听起来也不错是吗 但是用这款相机剪辑Vlog 你要多花一倍的时间 因为你有一个中间取景输出的一个过程 而且它的文件体积也非常大 差不多是一分钟一个G这个水平吧 而且它的续航 也只能勉强自身拍一个小时 所以用它来拍Vlog 也是不太现实的 综上所述 这款相机既不是一个运动相机 也不是一个Vlog相机 它只适合你参加一个短时间的重要事件 需要把这个事件完整地记录下来 如果你只有这一个需求 那么这款相机适合你 我的差距无论 我们下来拍Vlog相机 但是我们下来拍Vlog相机 我们下来拍Vlog相机